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院校 我非常感恩呢 我们今天这个姻缘能够来到贵校 推广这个健康饮食的这个讲座 那么由于这个癌症人口呢 不断的在暴增 那而且这个禽流感呢 也日益在恶化当中 现在呢全世界呢 已经有将近十个国家 爆发了禽流感这个疫情 甚至于呢已经有了人传人的这个感染 所以呢我们生怕这个疫情呢 不断在扩大 因为现在是夏天 恐怕到冬天呢会一发不可收拾 因为这个禽流感是比这个SARS 还要严重到将近百倍 好的这样一个传染病 那么我们今天的讲座 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 在这个闷烧期的期间当中 能够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吃 一个健康正确的饮食 从而能够让大家提高免疫力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能够来抵抗这个疫疾 那我们今天的医师呢 他是台中荣民总医院 大肠职肠外科主任 王辉民王医师 谢谢大家好 我今天很高兴来到中兴大学 来大家结这个园 那我今天讲的题目 不是要讲外科的 我的专长是外科手术 尤其是这个护腔筋的手术 我今天主要的目的是 要来跟大家报告 癌症的关系 大家晓得在美国 癌症障死亡原因 从100年前1900年 27个死亡里面 只有一个死于癌症 27分之一 过了50年 1950年再统计一次 癌症障死亡原因 变为8分之一 到公元2000年 癌症死亡占3分之一 你看看 增加的这么快 几乎3分之一的人 将来的死亡原因 是死于癌症 为什么会这样 美国人开始在检讨 哪里出了问题 饮食出了问题 所以今天我要大家报告就是 有关于改变饮食来预防癌症 另外禽流感是最近 大概去年冬天开始 在这个世界上 好像越来越严重的情形 所以我今天也要讲 禽流感的问题 所以我今天的大纲 大概是这样 我首先要用医学的观点来说 为什么肉次胎都会危害健康 到底是什么原因 第二个 我们的确在临床上发现 改变饮食真的可以健康长寿 第三我想讲一些 环保的观念 其实饮食习惯的不对 会造成我们整个地球环境 很糟糕的影响 最后 真的改变饮食 可以提升这个免疫力 可以预防这个瘟疫 那个禽流感 首先 为什么吃肉会危害健康 到底是什么道理 那我们先谈谈健康是什么 健康一个重要指标 就是免疫力 免疫力又是什么 很抽象 抵抗疾病的能力叫做免疫力 那在人体是由 免疫细胞的功能来代表 一个人的免疫细胞功能 好或坏 强或弱 关系到你会不会得病 那免疫细胞在哪里呢 跟大家介绍一下 在我们的血液里面 有好多好多的细胞 最常见的大家都知道 是红血球 血小板 还有一个就是白血球 白血球就是我们的免疫细胞 在人体的数量 每mini三次方 有5000到1万个 正常的状态是这样 遇到发炎反应 它会很快的白血球升高 那意思就是说 与各位当下的身材 身上大概4000cc到6000cc的血 那乘以这个数量 意思就是说 现在各位在身上流动的 白血球数量 大概20亿到60亿 这几十亿的白血球 负责保卫我们 那其中分为两大类 第一个是淋巴球 淋巴球 借由遇到外来物 抗原 它会分泌抗体 来把它消灭中和的作用 另外还会分泌抗体 来消灭癌细胞 达到消灭疾病的过程 另外还有一种 叫做巨氏细胞 巨氏细胞顾名思义就是很大的一支 一般的捧血球的10倍到15倍大 而且还有变形虫运动 可以吃这些细菌等等的 这种抵抗疾病的作用的过程 那再跟大家详细解说 这张电子显微镜照片就是说明 我们巨氏细胞就是白血球 在处理一些细菌 遇到细菌感染 它马上可以靠过去把细菌一支一支的 这样把它消灭掉 就是把它吃掉的意思 这张电子显微镜照片显示 我们肺部发炎的时候 肺部这是肺泡 受到好多细菌感染 这个是红血球 我们的白血球巨氏细胞 马上来帮忙我们 处理这些细菌 一支一支把它们吃进去 但难道某一个程度 这个白血球就会死掉 白血球死掉就是化为浓 在肺部就是痰 咳出来就好了 那这些白血球从哪里来呢 从骨锤 这是电子显微镜看的 看的底下的情形 像这个是还没有出生的白血球 这个是刚生下来的小支的白血球 它会长大进到我们血液 就是大家身上正在循环的 20亿到60亿的细胞 遇到细菌来的时候感染的时候 马上可以保护我们 这个就是免疫能力 那免疫细胞不只是对付细菌而已 它还可以对付癌症 089怎么抵抗癌症 一般我们可能在年龄到达某一个岁数的时候 或者40岁或者50岁 的确身体会开始癌病变 甚至这个癌细胞都会跑到血液里面去 不过假如我们的免疫系统好 免疫能力强没有关系 我们的免疫细胞 马上遇到这些外来的东西 马上会起反应增生 而且分泌抗体 来把这些癌细胞消灭 这是089抵抗癌症的一个模式 就是它很快的反应 而且分泌细胞 分泌那个抗体 作用在这个癌细胞上面 使它溶解掉 另外我们有可能在身上某一个地方 有癌细胞产生的时候 比如这个模拟图示 模拟大肠癌正在开始产生的时候 我们免疫系统强的话 我们的巨氏细胞 跟淋巴细胞 马上靠过来 遇到不好的细胞 巨氏细胞把它吃掉 淋巴细胞 分泌抗体 把这个癌细胞破坏掉 以上的简单的说明是 免疫细胞 怎么抵抗癌症 那为什么癌症 还是有人会得呢 跟饮食有关 第一点就是肉食过度 真的会造成所谓的酸性体质 什么叫酸性体质 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 我们一个细胞 在进行新陈代谢的过程 的确会产生很多酸性的物质 这是新陈代谢的 种种化学反应的代谢物 我们的细胞 有如一个复杂的化学工厂 里面的构造是非常的复杂 它在进行新陈代谢的过程 是进行无数复杂的化学反应 那化学反应就是 把我们日常饮食吸进去的 营养不外乎是蛋白质 脂肪碳水化合物 送到这个化学工厂以后 进行分解再合成 这个过程我们给它一个名称 叫做新陈代谢 那问题就是说 这个新陈代谢的过程的中产物 通通是酸的没有碱的 譬如说蛋白质的中产物 是会产生硫酸、磷酸 脂肪碳水化物的中产物 弱酸、乳酸、焦葡萄酸 还有其他的物质 我没有列出来 总而言之就是酸 那细胞这个酸堆积过多 的确对细胞会产生伤害 不过细胞有正常的中和的基转 它会从血液里面的碱把它中和 血液的碱 一般是以这种状态存在 碳酸钙跟碳酸钙存在我们的血液 一样的细胞会把它利用 那我举个例 1分子的碳酸钙 加1分子的硫酸 学过化学的都知道 两个加起来的化学反应 中产物是二氧化碳、水跟硫酸钙 这是其中一个化学反应而已 二氧化碳 藉由血液就送到肺部 孵出去就好了 水跟硫酸钙呢 送到肾脏 从尿排出去 或者从流汗 汗线也可以排泄这些东西 那我要强调的是 只要是活的细胞 在新陈代谢 一定会产生酸的 酸性的物质就是这样产生 会堆积在体内 不过人体 适当维持平衡的话 不会产生 因为有进有出 那问题是什么 吃肉 肉食太多的话 的确会大量产生过多的酸 蛋白质在细胞内大量的水解 刚刚讲过 很多酸会真的堆积 产生过多 到达某个程度的时候 这个酸超出细胞能复合的时候 在这个当下同时 血液中的碱 一般以钙代表 会大量的被用掉 而且减少 我们晓得维持一个细胞膜通透性的内外 钙跟鎂是配对的 钠跟钾是配对的 钙大量的进去的时候 鎂会大量的跑出来 达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我们这个钙跟鎂在细胞膜内外发生很强烈的巨变的时候 会影响到整个细胞膜稳定性 细胞膜会老化 细胞膜的渗透压会出现问题 意思就是说 这个保护细胞的构造 分子会发生改变 一般说细胞老化 在这个当下 假如有病毒发生 病毒在外面 很有可能有机会 物理性的侵入 一旦侵进去以后 病毒跑到细胞内 很容易产生后续的一些病变 那最早研究这个的是 日本都立大学柳泽文正博士 他研究100个癌症患者 抽他们的血检查 居然发现怎么通通是 血液里面都是钙减少 鎂离子聚增的这种现象 这是所谓的酸性体质的定义 酸性体质之下 细胞真的 一个细胞 细胞膜很容易发生变化 细胞的功能退化的很快 那酸性体质真的是 所有疾病的冠病之源 比如说我解释给大家看 肉吃太多 酸性体质渐渐产生的时候 血液的红血球 第一个会出现变化 原来红血球在血管里面的流速 非常的顺丧 肉吃太多 到达某一个程度 10年20年 会变得蠕动不良 带氧量减少 循环会开始障碍 一般简称就是血液变混浊 这样 其实是许多层面的变化 红血球会发生这种变化 里面在血液里面白血球 免疫细胞同样的退化 同样的功能降低 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 就是典型的酸性体质代表 糖尿病的病人的免疫能力 是退化的跟一般人差很多 往往遇到伤口感染 很难好也是这个原因 那这个免疫功能的退化 的确会在酸性体质找到 一切病就这样产生的 那酸性体质一般的症状 讲给大家听 从脑部开始 渐渐的思考能力 记忆能力很多 嗜碎或者睡眠不足 这种症状慢慢出现 那肝脏的功能渐渐降低 就是肝功能 肝脏是我们的人体的发电厂 产生的效率都不好 产生Energy的 Efficiency都降低 所以人比较容易觉得累 在糖尿病的病人身上最容易看到 那免疫系统渐渐降低 皮肤光泽渐渐没有 渐渐粗糙 一大堆全身的症状渐渐产生 不过我讲的这些症状是渐渐的 大约要十几二十年这样慢慢产生 我也说今天吃肉明天产生这样 第二点 肉食会较成健康的一大问题是 大肠里面的微生物有关 我们发现肉食者的大肠微生物 的确会产生毒素 谁证明这个 等一下跟大家讲 我们肉吃进去胃肠里面以后 虽然经过胃小肠的消化吸收 营养抽走了 可是有剩余的物资产生下来 会堆积在哪里呢 堆积在这个大肠 我们研究的确发现 这个大肠会出很多 不好的东西 其实就是里面大肠的细菌在作怪 我们发现一条大肠里面很多很多 恶臭的细菌会产生致癌物资 已经证实了 还会产生很多毒素 来造成我们身体的不健康 那最早研究这个的是我要举 1972年日本东京大学 维生物系教授 一个叫做本间道 一个叫光刚之族 三十几年前的事 他去研究什么呢 他发现为什么东京地区的居民寿命 比同样日本人住在乡村的那些长寿村的居民 寿命差那么多 东京地区的居民那时候平均寿命大概70岁上下 长寿村都是90岁100岁 同样日本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 他很好奇 差快二三十岁 结果他研究发现 东京地区的确生活比较好 肉食比较多 比较有钱 乡村地区的人没有什么钱 大概是日本人的生活状态 大概都是偏向素食者 进一步才发现 两者的大肠的微生物去培养 两个族群里面的细菌的菌种 完全不一样 进一步发现 东京地区吃肉比较多的 里面的大肠微生物 会产生很多毒素 而且他把它证死出来 光刚之族教授发现 东京地区的居民里面的 致病性的细菌比较多 像这些致病性的大肠杆菌 肉毒杆菌 胃势缩菌 还有一些长相很可怕的螺旋菌 这些细菌堆积在我们大肠里面 光刚之族教授研究 可以数量预估到15万亿这么多 一条大肠里面可以装15万亿 15万亿是很多的 地球人口50亿的3000倍 就是15万亿 3000个地球的人口量 可以装在一个人的大肠里面 教授进一步研究 这些坏的细菌 会制造很多 把肉类 腐败的东西 那些臭臭的东西 都是这些细菌发酵产生的 分析它的成分就是这些 胺 硫化氢 銀朵 有一些称为混臭素 施毒素 就尸体腐烂的那时候的 这样的名称 意思就是 毒素就是了 就是大家大便解出来 你看那个味道好不好 通通是毒素 那光刚之主教授进一步研究 这些吃肉的人 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 这些毒素 不会只存在大肠 它会被大肠的黏膜吸收 渐渐的会进到人的血液 那我们晓得 所有大肠的血液 最后是要 胃肠道的血液 最后要经由肝门静脉 肝药过滤 其实在吃肉的当下 这几十年 肝脏一直在解毒 在解毒 到了某一天 会伤害到肝脏 这些毒素 惊人褶月的进去 甚至 光刚之主教授还研究 解不完的毒 会跑到人的血液裡面去 他在东京地区 某些居民的人体身上 抽血检查 用化学的微量气象分析 的确可以血液裡面测到 偵測到这些 大便裡面有的那些物资 化学物资 結果是什么解释呢 产生这个毒素 自己会毒自己 光刚之主教授 稱为这种情形叫做 慢性自我中毒 是慢性的没有错 因为要几十年 慢慢的产生毒素 慢慢的毒自己 所以吃肉的人 细胞老化的比较快 因为你24小时都有毒素 跟你打到血管裡面去 其实是自己吸收进去 这个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东京地区的居民肉吃那么多 寿命简短是这样 简短的快二三十岁 这是一个道理 再来 我们研究发现 肉类的确会产生很多的致癌物资 致癌物资的研究最早是从抽菸来的 大家晓得香烟裡面有本基标磷这种化学物资 那本基标磷在香烟裡面抽菸 抽到最后那个黑黑的烟胶油 在绿嘴那边 是致癌的主要的问题 那本基标磷是一种很毒的化学药品 会产生肺癌 这个大家都知道 可是大家不曉得肉类 烧烤 加温 高温 这种煮的过程会产生很多的本基标磷 一公斤的炸牛排是相当于六百只香烟的 那么亮的本基标磷 所以常常吃这个烤肉等等很容易致癌 就是这个道理 另外还有甲鸡胆肥 这个也是肉类脂肪高温烧烤就会形成 很奇怪的植物油不会 另外还有亚酵酸的问题 亚酵酸胺主要是酵酸盐 添加在肉类 为了使肉类看起来鲜红色好看 那亚酵酸盐 跑到我们大肠 经过细菌的跟阿摩尼亚 这一类的代谢合成 会产生亚酵酸这种致癌物质 那在我们肉品里面 最常见的就是香肠腊肉 火腿这种添加酵酸盐的 那最近那个肉松上面也很多 肉松 那我们 长庚医学院有一位唐瑞银教授 就研究大肠癌跟饮食习惯的分析 那他用问卷调查去调查一千多个 在林口长庚医院开到的大肠癌病人 问他们饮食习惯 问卷调查喜欢吃什么这样打勾打勾 然后电脑跑下来 第一名最常吃的食品叫做肉松 肉松占第一位 另外还有联本胺 还有五瞳肌类固醇 这个都是已经知道的致癌物质 吃肉的人会产生 所以 为什么会致癌 跟饮食习惯真的非常有关 另外最近各个癌症专家最新的研究 癌症不只是刚刚讲的那些因素 病毒占了一个很重大的角色 病毒真的会让我们致癌 那病毒的体积很小 当然用电子血液镜才看得到 那病毒随时会轻换到健康人的身体 待机而发 比如说举个例 当我们气温低于15度以下 天气变冷 我们在鼻腔的感冒病毒就活化了 那时候看你自己的当下的免疫力好或坏 病毒能不能清到进去 有没有抗体排除 就决定你会不会得感冒 那抵抗力不好的话 就开始鼻塞、流鼻水、喉咙痛、咳嗽 就整个巨额化 这样症状就一直进行下去 那病毒没有办法跑到细胞内 它没有办法利用细胞的构造来复制自己 就没有办法作怪 一旦跑到细胞内 那就会产生很多疾病 那现在电子显微镜的发明 的确可以看到这个现象 像这个是病毒 开始要进入细胞膜的那个过程被拍下来 这个是艾滋病毒攻击T淋巴球的情形 艾滋病毒都是攻击我们的免疫系统 就是淋巴球 那病毒长相就是像这样 这个都是病毒 随时贴在那个细胞膜上面 他们病毒也要活命啊 他们一定要利用细胞来复制他们 他们才能延续下一代 那现在癌症跟病毒最有关的研究大概是 子宫颈癌就是 子宫颈癌已经跟确认跟人类乳头状病毒非常有关 人类乳头状病毒是因为性行为感染的 那我们在性病里面有一种病 菜花那个就是人类乳头状病毒 所以子宫颈癌跟这个有关 另外这个 淋巴癌跟BNI 这两个最近的研究都晓得跟 这种EV病毒非常有关 那BNI的病人这种EV病毒的抗体的那个效价非常的 非常的都是感染过这种病毒的 那另外B肝病毒跟C肝病毒都跟肝癌非常的有关 艾滋病毒跟卡普希二性肉瘤都有关 还有很多很多的癌症二性肿瘤 渐渐的病毒都差一个角色 讲到这边其实是跟大家简单的这样讲 吃肉是一切癌症产生的开始 肉食过多刚刚讲过 的确会在我们大肠产生很多恶臭的东西 光刚知足研究的 我们现在也晓得很多的自来物质 还有肉食过多 过多的酸堆积在体内的酸性体质 会造成细胞膜的变性 细胞膜不再保护细胞的功能渐渐退化 很容易病毒受伤 总而言之就是细胞很容易老化 那我刚刚讲过病毒扮演的癌症产生的很重要颜色 随时可以物理性的侵入 结合了细胞和 发生突变而产生癌症 这个过程当然要一段时间 不过强调的是吃肉有关 细胞的变性在电子显微镜底下就是这样 整个裂痕的产生 还有这个是看到电子显微镜看到病毒在攻击细胞的情形 像这个是肝攻击 这一支就成功了 这一支的遗传因子已经进去了 这个细胞没多久就会被这个病毒占据 开始指揮这个细胞 复制病毒自己的东西 肝肝 B肝 C肝都是这样 轻换到肝细胞 指揮肝细胞 复制肝脏的那些B肝病毒 C肝病毒 到了有一个程度破坏这个细胞 这些病毒都跑到其他的肝细胞继续侵犯 一个一个这样蔓延 那到了久而久之 这个细胞的染色体发生变化癌症就会产生了 那事实上吃肉很容易致癌 美国人早就这个结论了 全美科学研究特别委员会 跟美国参议院营养问题特别委员会 早就这种conclusion 上一次有这种他们 对美国人健康有害的那些事件 他们都会跳出来说公道话 上一次是说抽菸有害 希望美国人不要再抽菸了 而且立法规定香菸上面一定要写文字 说抽菸会得肺肌肿 心脏病 而且还会得肺癌 要加上这些文字 最近他又announce 动物性的脂肪是癌症發生的最大原因 希望美国人肉不要再这样吃 因为饮食习惯的不好 的确造成癌症的发生率那么高 他们研究证实肉食者比素食者 癌症的发病率可以高 20%到40% 美国早就有这种结论了 事实上肉类消耗量越来越多的国家 我们发现大肠癌的发生率平行的增加 以美国为例公元2000年 大肠癌是在美国第二位的癌症 每10万人口的发生率非常的高 66人 台湾目前接近32人 差不多美国的一半 我想大家的饮食习惯不改变 大肠癌会越来越多 那在美国每年至少有15万5千人得到肠癌 目前在日本欧洲 台湾最近的统计 大肠癌也都是第二位的 因为我们的饮食习惯渐渐的一致 渐渐的细化 精致化 在新加坡 大肠癌是排名第一位的癌症 那我们在台中几年下来 发现大肠癌的数目一直增加 每年的大概以7%这样增加 的确跟我们民众的饮食习惯很有关 肉类的摄取 种种饮食的污染 自来物质的污染 通通有关 那癌症讲完了 其实他肉食会以为害身体的健康 还有一个就是肾脏病 前一阵子民生报有 访问一个 报导一个事情 一个24岁的女星 24岁而已 就产生痛风症 而且还有骨质疏松 那研究他的 他自己说他从小就喜欢吃肉 吃到20几岁 哇一些症状就产生了 24岁而已 那大概12天前 一个朋友的小孩去当兵整个 关节肿痛来找我 然后我们把它检查 才发现他的尿酸 血重的尿酸是8.6 才21岁而已 在当兵 才问一问 哇 从小真的是妈妈很爱护这个小孩 给他吃大量的肉 从小就这样 21岁 肾脏功能就有点瘦损 Bum Clotinic就上来了 尿酸高达8.6 还是吃肉来的 为什么会这样 算给大家看就知道了 我们正常尿酸的浓度 100cc最多7.2mm 那一个65公斤重的成人 的血液量就是13分之1的体重 大概是5000cc 乘以这个浓度意思就是说 一个65公斤的成人 身上的尿酸总量大约360上下 或者都是算几百mm而已 今天他喜欢吃肉 从小就喜欢吃肉 吃一半的牛肉以后 会产生大约14公克的尿酸 14公克是14000mm 我们大概只能留几百mm 所以多出来的怎么办呢 肾脏要赶快排出去 天天这样walking 肾功能会很快的不行 21岁你看就通风了 因为这种肉食者的确会产生 很大量的肺气物尿素尿酸 肾脏的负担是吃素的三倍 你常常这样吃 日日这样吃 20几岁肾脏就受不了了 这个过多的尿酸 有一天肾脏没有办法处理 堆在体内就产生结晶 难怪产生发烧 肿痛那些症状 21岁就有了 痛风的这种病 讲来讲去 吃肉的关系 另外肉类还有很多不好的问题 肉品里面的确有药品 药物污染的问题很严重 大家一直以为 农药污染只有在蔬菜水果发生 农药污染在肉类也会发生 美国人有统计 因为这些牛吃了这些 有农药污染的飼料 牧草 农药会跑到肉里面去 就像我们现在吃蔬菜水果一样 美国人发现肉品食品中的 沙虫剂污染 残余量是55% 这么高耶 另外他们研究发现 肉食女性的母乳 遭沙虫剂污染的情形是 素食者的35倍 我们肉类的荣药还洗不掉的 因为根深蒂固就跑到肉里面 蔬菜水果还洗得掉的 另外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肉品你制药月折 喂食很多抗生素给这些加醋吃 这些加醋吃的这些抗生素 人类在吃这些肉抗生素 会间接的跑到人身上 会产生很要命的问题 叫做抗药性问题 什么叫做抗药性问题呢 你常常在吃抗生素 身体上的细菌渐渐被你筛检 筛检出某些不怕抗生素的菌种会出来 在你自己身上筛检 哪一天你抵抗你减弱或者什么问题 这些细菌让你得病 会让你得病的那些细菌 绝对不怕一般的抗生素 那问题是医生不知道啊 你发生感染 跑到医院来 那我们当然是一般遇到感染的问题 用药是用第一线第二线 用下去 发觉怎么没有效 感染问题持续恶化 最后三五天或者培养出来才发现 哇怎么是这种厉害的这种菌种呢 剩下没有多少抗生素好用 变成要用第三线第四线甚至没有药可用 那问题谁受害 吃肉的人受害 这个是抗药性的问题 那我们在临床上最近的确 遇到很多很多棘手的抗药性的细菌 最有名的就是现在医院看到都怕了 MASA 这种金葡萄酒菌 不怕几乎不怕什么抗生素 只剩下Tacocid或者Vancromycin 两种药可以对付这种这种细菌 这种MASA感染到的话 几乎很难治啊很难治 所以现在只是金葡萄菌中的一个因素而已 现在很多抗药性的问题 就是我们人类滥用抗生素 那一大的问题就是肉类里面污染很大 的确在养殖业者 养猪的养牛的 通通有添加很强的抗生素给动物吃 另外还有生长荷免的问题 商人为了要让生意好一点 鸡长得快 在小鸡上面就打生长荷免 这个生长荷免会造成很大的后遗症 以前鸡养出来大概三四个月才能卖 因为才养三四个月 自然生长的话是这样 现在为了要快一点收成 在小鸡打生长荷免 四个礼拜就长大了 鸡打这个生长荷免 四个礼拜就长大了 快了四倍 那这些生长荷免的残余量留在肉类里面 小女生吃了这些鸡块 生长荷免作用她身体上 快速发育 前一阵报纸有写 四岁的女生月经就来 四岁而已 就是这个原因 还有现在看到小二小三的女生 乳房发育那么好 什么原因 生长荷免 这种违反自然的事情将来会出很大的问题 所以 这种都是肉品的污染 所以为什么要改变饮食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 还有这些抗生素吃下去 大量破坏我们好细菌 我们身体上需要很多好细菌都被杀害光了 那我们研究发现很多肉食是不安全的食物 很多食物中毒的确都跟肉类有关 很少跟蔬菜水果有关的 那生吃海鲜都有沙门细菌的中毒 海洋湖境的感染 那在美国曾经发生一种致病性的大肠感菌 0157H7这种的吃下去会感染致死的 那肉类腐败的细菌每公克 从10万到9千万个 这些高量的细菌 即使煮一煮把它煮熟也不能完全消灭 那临床上在食物中毒排行第一名的就是这种的 长得很像葡萄的葡萄球菌 我刚刚讲的那个MRSA就是这种的 目前这一类的细菌感染到真的很麻烦 肉毒感菌也是 吃下去感染到会致死 还有这个很可怕的这种囚菌 破乱的细菌 通通是说明的确吃肉比较不安全 跟大家简介伊波拉 伊波拉病毒是非洲比较有的 原因是非洲人比较没有卫生习惯 看到地上死的动物拖一觉就去载来吃 也不管他新不新鲜 结果感染到这个可怕的伊波拉病毒 伊波拉病毒感染到刚开始的症状 跟食物中毒一样 嘔吐 腹血 发烧 接下去的症状就吓死人 那这个病毒主要是攻击脑 它会藉由血液循环跟淋巴系统 一路清换到脑里面去 这个脑一下子就吃光光了 我是这样比喻 马上就昏迷了 没有药可医 伊波拉病毒感染到 百分之百死亡 另外还有一种肆肉毒菌症 这是一种快速增长的细菌 很特殊的菌种 燕氧菌 会昏泌很多的胶原蛋白酶 而且这种细菌繁殖得很快 那可怕可怕在哪里呢 听我讲下去 在1997年加拿大曾报导这样 四肉细菌大举侵害加拿大 它几天之内有六个人 因为这个病而死掉 食物中毒 这种细菌很少见 它主要就是说 它会分泌胶原蛋白酶 溶解那些蛋白质 而且快速增生 几个小时之内 两只手两只脚就不见了 两天之内整个人就吃光了 剩下一个可怕的尸体 两天内就死了 食物中毒一下子就这样 像那个虎狮从棺材挖起来那样 这是很可怕的某一些细菌 感染到就是这样 在加拿大 几天之内有六个人死于这样 所以讲到这边 肉食的代价很高 因为要杀害动物嘛 其实也是在杀害你自己 医学告诉你 先要吃肉的话 这一次就要用自己的健康跟寿命 作为藏户的代价 日本的研究 吃肉的人寿命比较短 很多疾病癌症会产生 肾脏也会比较不好 可是还有一个 还要杀害动物 这个代价也很高 我们要吃猪肉 要杀猪 我常常觉得杀猪的很残忍 你看猪是这样杀的 我们台湾的屠宰场 大家先看一看 再觉得我们忍心这样吗 就是为了吃那一块肉 天天要这样宅 这是在屠宰场拍的 麦克基块也是这样产生的 要这样宅机 那种屠宰的过程天天在发生 愚心不忍 你看那速度很快 宅机的速度 而且你看那个鸡都还没有死 就丢进去脱毛 还没有死在那边跳 就把它嚼死 那毛拖一拖 就是变成 肌肉就跑出来了 我们想一想真的很不忍心 所以希望大家改变饮食 真的可以健康长寿 那我们发现素食者的癌症 比较低 比较长寿 世界上都有这种观察 在德国 汉贼这种族人一辈子都吃素 当地的医生去调查 一百年来找不到一个有得癌症的 日本移民的研究 他们研究移民到美国的日本移民 第一代祖父那一代 饮食习惯还是维持在日本一样 并不喜欢吃那么多的肉 经过第二代 到了第三代 第三代的孙子那一代 饮食文化跟美国人一样 早餐起来 培根肉煎个蛋 Butter 中午吃个汉堡 晚上吃牛排 三餐这样吃 日日这样吃 每个礼拜这样吃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研究 大肠癌的发生率 祖父跟孙子那一代完全不一样 祖父那一代 维持跟日本人一样 比较低 孙子那一代 同样日本人 到了孙子那一代 得大肠癌的比例 跟美国人一样 所以癌症是跟饮食的确有关 同样的美国人 因为摩门教徒 还有第七日耶稣再灵会的教徒 他们很少吃肉 他们得大肠癌的比例 非常的低 欧洲的保加利亚 90%都不吃肉的 他们发现 一个600万人口的国家 100岁上的人类 竟然有160人 还有其他证据显示 吃肉的确 跟吃素的相差那么多 健康情形 首先 比较给大家看 素食者的胆固醇比较低 吃肉的比较高 原底網目硬化 我们要观察 我们脑里面到底有没有血管硬化 看眼睛的里面就知道 眼睛跟脑是相通的 眼睛血管的变化 就是代表你脑血管的变化 所以我们常常拿眼底镜 看人家的眼底 眼底網目的硬化 血管硬化 素食者的确比较低 吃肉的比较高 女性骨質疏鬆症 调查 65岁以上 女性骨質疏鬆症 吃素的比较低 吃分的比较高 為什麼 現在認為 骨質疏鬆是 鈣流失太快了 不是鈣射擊不夠 是流失太快了 肉類蛋白質吃太多 會產生過多的酸 這些酸需要鈣來中和 所以會消耗掉過多的鈣 所以骨質疏鬆是飲食的問題 不是鈣不夠 攝氏腺癌的風險 吃肉的高3.6倍 心臟血管疾病 在1961年 美國心臟學會就發表 改變飲食 素食者的確可以降低 90-95%的心臟血管發病率 中風的比例 吃素的可以降低22% 這些通通是說明 改變飲食 你可以活得比較健康 為什麼 素食的食品 植物性的食品 可以改善這個酸性體質 動物性的食品 大半都是使血液偏酸的 植物性的食品 還有較多的鈣跟甲等礦物質 它可以讓我們血液保持適當的鹼性 讓我們新陳代謝產生很多的酸性物質 很順利的綜合而且排出去 是這樣的道理 此外 同樣一條大腸 你吃素的話 大腸裡面的細菌 菌種會不一樣 跟日本長壽村的那些基民一樣 是哪些細菌呢 B-FITS菌跟乳酸菌 這些B-FITS菌又稱為雙叉感菌 的確對人體非常重要 它是人體的清道夫 它可以幫我們清掉好多有毒的東西分解掉 而且還會廢物利用 產生很多維他命 那這些維他命進一步 不是傷害肝臟 是強化肝臟 那強化肝臟 整個體力 人體的活力 就變得好 所以日本人在對於腸胃道的疾病的研究 就下了很多功夫 從早期如何增加這些好細菌 都下了很多功夫 小時候大家曾經吃過 Wakamato 若元定就是這個東西 若元定就是細菌 後來有表菲明 Biofermin也是這個細菌 還有建樹糖等等 都是這些東西 養肋多 ABU酪乳 通通是在鼓勵這些東西 讓我們腸胃道增加一些好細菌 不過最近的研究 跟鄧豪最近已經研究出 寡糖 吃寡糖可以快速增加這些好細菌的增生 寡糖是 寡糖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糖類有單糖嘛 有雙糖 再來就是 澱粉的那個多糖 寡糖就是介於 用三個單糖到六個單糖 合成的那個人工的一種糖 研究發現已經證實 可以吃進去以後 可以快速增加這些好細菌的增生 所以日本已經把很多寡糖 加在一般的食品 糖果餅乾等等 菲斯蘭奶粉也有寡糖 吃下去以後 小孩子比較不會 有腸胃道發炎 那在台灣比較有名的飲料 就是那個 金車飲料公司做的 mini oligo mini oligo mini oligo裡面就是 一瓶裡面有四公克的寡糖 喝下去以後 可以快速增生這些好的細菌 好的細菌增生很多 可以清理這些 渣渣髒髒髒的廢棄物 而且還合成很多維他命 最終的結果就是強肝 活力好 所以mini oligo那個飲料廣告就是 喝下去哇 活力很好 蹦蹦跳跳的就是那個意思 其實是這些好細菌 那這些好的東西進到全身體內 最終的結果就是 細胞功能強化 細胞功能強化 當然免疫力也會提升 我們剛剛講過我們的免疫細胞 功能強化 可以來抗癌 像這個089就是這樣的抗癌 快速的反應 快速的增生 快速的製造抗體 癌症來了也不怕 一個一個把他們消滅 所以比較不會得癌症 身體比較好 另外巨視細胞功能好的話 遇到癌細胞來的時候 馬上反應 遇到病毒來的時候 馬上反應 馬上把這些癌症 處理掉吃掉 其實癌症要好 是靠免疫力的提升 不是抗抗癌 是靠自己的體質改好 大家有沒有聽過小麥草治癌的理論 就是這樣 這是近代美國神學博士 安威爾摩女士發現的 她發現什麼呢 她讓很嚴重的癌症患者 每天喝4杯小麥草汁 竟然出現奇蹟 癌症自然好了 這是什麼道理 其實不是小麥草汁有什麼抗癌劑 那只是將肉食不要再吃了 肉繼續吃 酸性體質 過多的酸性物質繼續產生 怎麼活化你的免疫細胞呢 然後喝這種偏鹼性的小麥草汁 將血液趕快改為鹼性的 活化你原來自己的躺在那邊 咽咽一息的免疫細胞 活化起來用自己的免疫細胞 對付自己的癌症 癌症是這樣好的 那國外也有這種報導 改變飲食吃素以後 癌症病情大大改善的實際例子 1988年因屬哥倫比亞 韋多利亞大學的 哈羅德佛斯特教授就發現這個事實 而且報導出來 她重新審查 突然好轉的200個癌症患者 癌細胞驟減的這種癌症患者 到底是什麼原因 她去把它研究分析 重新再去review一次 但是她發現一個結果 90%的癌症患者要好之前 做什麼事 改變飲食習慣而已 怎麼改變吃全素 而且不吃有排泡劑污染的白麵白糖 以及其他過度加工的食物 就是這樣而已 改變飲食改變體質 活化你的免疫系統 加強你的免疫系統 並放害就改善了 其實我自己也有好幾個這種例子 我舉一個例子給你們聽 改變飲食病況 大大改善的實際例子 這是一個72歲男性清水人 來找我的時候已經是末期大腸癌 而且合併 整個肚子脹起來 是腸阻塞 整個阻塞 那我用電腦斷層跟她檢查 糟了 整個肚子通通是癌細胞 根本沒有辦法切 那我估計她只能活兩個月 來的時候就是這個樣子 整個 做起來都脹起來了 到處阻塞 因為癌症到處轉移了 開進去以後發現 主要的癌症是在右下方 靠近盲腸這邊 可是整個肚子通通有 通通轉移出去的 變滿的整個肚子 癌症很多很多 造成多處的長阻塞 所以沒有辦法進食 那像這種這麼厲害的廣泛的轉移 不用切了 切也沒有用 看得到切 看不到了你要更多 所以我們只是期望 讓它可以吃 改變 改善這個長阻塞 那我們做法是這樣 像這個胃這邊堵住了 東西通不過去 我們就改到 接到小腸 讓核心菌的東西可以流到小腸 流到這邊糟了 這邊又堵住了 只好再改到 再接到另外一條小腸 讓它流過來 跑到這邊都是癌細胞 這邊就放棄了 直接就接到大腸 讓大腸還可以再吸收 那預期這邊出口 直腸這邊堵住了 只好在乙狀結腸打個洞 叫做人工肛門 我們做的手術就是這樣 改道手術加人工肛門 那還好病人沒有出病化症 開始可以吃的時候 我就勸他改變飲食習慣 而且我跟他建議 三個鐘頭喝那個有機的蔬果汁這樣 當飲料喝 就是有機的 而且要現打的 不能放太久氧化 打一打馬上喝 三個小時喝一次 三個小時喝一次 當然還要吃其他的營養 因為這種厲害的癌症 整個肚子都濕的癌細胞 蠕動不會太好 所以盡量都是液體飲食 所以喝一些阿安素 打個點滴 還好沒有死 出院了 然後固定回來門診看 本來預期只能活兩個月 到兩個月還活著 而且狀況比兩個月前還改善 三個月還活著還來看門診 到四個月已經恢復到 體能狀況可以自己開車來看門診 五個月還活著 到半年都還活著 狀況的確改變飲食習慣 癌症的確大大的病情改善 第七個月就糟了 第七個月他又開始吃原來的飲食 體能好 又開始享受原來的飲食 病況就惡化的很快 第七個月就走得很快 又發生長足 所以再來找我掛幾診 三天就死了 所以病況的改善跟惡化 的確從飲食上看到這個模式 其實不只這個病人 我們在一般的病人身上 的確可以發現平行的關係 再來要講環境的問題 我們改變飲食 可以改善這個地球環境 我們的飲食習慣 的確對地球發生極大的影響 只是大家不太care 西亞圖西北環境觀察中心 雅蘭杜林主任講的這些話 我們聽一聽 他說現代生產肉類 大量的物用的穀物 物用的水跟人緣 怎麼物用呢 第一個穀物太浪費了 全地球40%產量的穀物 全美產量70%的穀物 不是拿來給人吃 直接去餵那個牛 餵那個羊 第二個會造成水汙染 這些肥料的汙染 就是牧草的肥料汙染 糞便的肥水汙染 對我們的水資源汙染很大 其中都有酵酸鹽 會產生癌症 第三 空氣的汙染 全地球養殖業產生的糞便 那些朝氣 達到3000萬公噸 這些阿摩尼亞會跑到空氣裡面去 產生酸魚 會讓我們的森林死亡 助長全食的溫室效應 飲食習慣而已 為了喜歡吃肉 此外 對環境的影響非常的大 因為養一頭牛到長大 拿來賣 拿來宅 要灌溉牧草 要用很多的水 水資源的消耗他們算起來是這樣 養一頭牛的用水量可以讓 一艘驅逐漸浮起來那麼多 再算精準一點 一磅的牛肉需要2500加倫的水 等於一個家庭一個月的用水量 此外 人員的消耗也非常大 在製造運送這些牛羊的能源 可以製造運送穀物的10倍 耗10倍的能源 他們精算的結果 一半生產一半牛肉的能源 可以生產40磅大豆那麼多 所以全地球假如都吃肉的話 我們的石油13年就用光了 此外我們發現 90%的植物糧食被浪費了 我們養活一個吃肉的所需的土地生產地 所生產的穀物可以養活20個吃素的人 用同樣的資源我們可以養多少人 算給大家看 這塊土地種穀物大家直接來吃這個米 吃這個大麥這樣可以活下來 可以活100人的這種土地 好 今天大家想不要吃這個 把這些糧食全部變為飼料來餵牛 再來載牛或者吃他的牛奶 吃他的牛肉 只剩可以養30人而已 70%浪費掉了 那有人說那我們來吃雞肉好了 把這些五穀雜糧這些變為飼料來餵雞 吃他的雞 雞肉吃他的雞蛋 雞很小 只剩12人可以活 養這個最划不來 為什麼 豬沒有豬蛋也沒有豬奶 養豬最划不來 事實上糧食真的被浪費了 美國人只要一年小消耗10%的肉類 可以釋放出這麼多的穀物 1200萬噸的穀物 可以餵飽6000萬人食用 10%就好了 你看我們這個世界上 第三世界國家 好多的小朋友沒有飯吃吃不飽 都受到飢餓 印度 非洲 巴基斯坦 很多人吃不飽 小朋友也吃不好 所以他們算了結果 只有半磅牛肉的穀物就可以餵救40個 半磅的牛肉而已 40個小朋友不會餓肚子 最後 請大家改變飲食來提升免疫力 預防溫疫 溫疫真的有沒有 跟大家報告一下 流感的大流行的育園真的一一應驗 病毒專家育園 流感大概36年會來一次大流行 大流行之前先勤流感做先前部隊 勤流感現在積壓株之間傳播 經過一段悶燒起就會傳染到人 然後人傳來給人 這個情形在1918年1954年1967年 這個三次大流行 通通看到這個染病過程 先勤流感有一段時間 就人類的流感 為什麼會這樣 這些流感怎麼來的 介紹一下1918年那一次 叫做西班牙流感 86年前發生的 目前因為那個 1918年科學沒有那麼進步 直到最近2月5號 美國科學家用X光結晶普學 定出流感病毒的結構已經定出來了 百分之百確定 是鳥類來的 基因檢測的結果 1918年的流感病毒是鳥來的 所以顯示 其流感病毒突變為人流感病毒 一線之隔 幾乎是同一個病原同一個病毒 所以為什麼發生 前流感發生隔沒多久 就是人流感就是這樣 西班牙流感是100年來最嚴重的傳染病 86年前發生的 當時全球有10億人感染 死了5000萬人那麼多很可怕 比任何一次世界大戰都多 美國有三分之一的人感染 死了67萬人 也比美國任何一次的戰爭死亡人數多多 台灣那時候是日據時代 80萬人感染 死了25000人 這是歷史上的故事 流感是真的很厲害 現在研究編號 流感病毒長相就像這樣 這是顯微鏡上看的這個樣子 現在長相是這個樣子 流感病毒 它是八條RNA分子就在一起 八條 八條RNA 然後身上有帶有監測狀的H跟N抗原分子 這個就是H 大概500到700隻 現在已經研究到這個很透徹了 那就是H跟N分子稍微改變一下 就可以感染人 那每個抗原不一樣就編號 H1N1一直編 編到現在H7N3的都編出來的 那流感的嚴重性 台灣其實每年有3000多人死於流感 大部分都是老年人 2月2號 那個疾管局副局長 斯文儀很擔心 他擔心 今年假如冬天 流感發生的話 因為是新的病毒可能會來 可能會死8000人 因為新的病毒蠻毒的 哪一種病毒 H5N1這種病毒 所以衛生署要規劃 現在就要規劃最壞的打算 萬一流行性感冒大流行的時候 可能要準備這些東西 一下子死那麼多人怎麼裝啊 準備棺材探明間 擬定情流感大流行的 全面要停止上課上班 流感像像1918年 那個是很可怕的 事實上情流感正在惡化 在國外 從去年冬天開始 12月10號南韓爆發H5N1 情流感 台灣殺掉20餘萬隻 不過台灣N不一樣是N2的 亞洲已經殺到6000萬隻了 美國德州也有情流感 是H7N3的這種 加拿大也是H7N3 加拿大已經殺掉70萬隻 加拿大他們算一算那個火雞啊 今年的火雞可能感染節沒有得吃了 因為火雞都感染到那個情流感 火雞要殺他們說要殺到5月底才殺得完 每天殺幾隻要殺到5月底才殺得完 加拿大佩斯省最近報導有一例的人類病例 在3月27號明報 我剛好去加拿大看到那個報紙 世界衛生組織警告 這一次情流感真的與普通流感病毒結合 可能會有成千上萬人受害 世衛組織表示 這一波情流感的疫情蔓延之廣 史無前例沒有看過範圍這麼大的 無論就地理範圍經濟影響 衝擊之大皆前手未見 他們都這樣的表示 這個地球從韓國開始日本 日本現在很糟糕那個烏鴉都有了 烏鴉都有死於那個情流感 烏鴉到處亂飛 就把這個病毒到處亂傳染 大陸台灣印尼 越南泰國印尼菲律賓 加拿大都有了 一直在蔓延開來這個情流感 我們真怕是不是像1918年那一次 情流感發生的時候 基感染這個病毒馬上 呼吸衰竭就死了 三天就死了 而且死得很快 一下子沒有辦法呼吸 就自息而死 情流感目前的疫情 我從2月27號世衛組織公布的資料 報告給大家聽 越南有23例 泰國有10例的人類病例 越南死了15個 泰國死了7個 所以現在只有 報告世界衛生組織有33個情流感病例 死了22個 死亡率還蠻高的 其實大陸的情流感蠻嚴重的 上一次公布是16個省地區淪為情流感疫區大陸 最近新華社又增加3個 廣東省在3月已經啟動情流感緊急防治方案 必要時要封鎖疫區停課停工等斷斷措施 以免疫情一直擴散 好像擋不住 不過我們都不知道 大陸有多少人類病例都沒有報告 那麼大的 那麼大範圍的疫區 到底有沒有像越南泰國死了多少人 那通通我們都不知道 現在流感全面大流行要三個條件 第一個 這種新的病毒 H5N1病毒 能在人體繁殖 第二個 大家都沒有抗體 還有第三個條件 就是這種病毒 能有效的在人群中傳染 那從越南泰國的報告的病例 的確知道第一條件 第二條件都已經有了喔 H5N1病毒 不是只有鳥可以得喔 人也可以得 而且會死亡 而且大家都沒有抗體 因為大家從來沒有遇過嘛 當然沒有抗體 現在只怕第三個 叫做有效的傳染 意思就是說 現在在越南泰國的那個死的就死了 反正病毒要活的才能複製 死的燒掉就算了 最怕那種中間的 得到感染沒有死 又能到處跑的那種 幾個例 就像去年那個 廣東省佛山市那個醫生 帶著SARS病毒 跑到香港來開會 哇那不得了 整個病毒這樣傳染出來 就是免疫力比較好又沒有太好 病毒在自己身上 曾經感染 但是沒有發病 帶著病毒到處去散步 那整個大流行就糟了 那問題現在大陸都沒有報告 他們禽流感有多少這種病例 所以今天的結論是這樣 我們不要趁禽流感來的時候 才來提升免疫力 的確我們認為 只要大家現在趕快改變飲食習慣 我們的免疫細胞會提升 那個089還有那個巨視細胞會很強壯 病毒來的時候你不用怕 你馬上反應 所以有的人會得 有的人不會得就是這樣 那我剛剛講過 我們改變飲食習慣 其實對這個地球的環保非常的好 也可以改善地球環境 所以一舉數得 可以免癌症也可以免情互感 所以我一直勸大家 飲食習慣真的是一種習慣而已 喜歡吃肉是喜歡那個味道那個調味料而已 改變一下真的對你我大家整個都好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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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